崔永元回应范冰冰涉税案被查,若连计我已查一个准。 崔永元报范冰冰四天六千万天价片酬,并起底于四大小合同、阴阳合同等偷漏税等前规则,日前有了最新进展。 由于范冰冰工作室在无锡,无锡士兵无区地税局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取证,相关情况有待后续由税务机关权威发布。 这是个好事。 3日,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连计上崔永元,他表示自己已经从网络知晓聊此事,不过在他看来,无锡当地税务部门如果真要调查此事,首先应该给自己连计核实,我现在不能给你说,但如果连计我的话,我告诉他们怎么查,这一查一个准儿。 接二连三的在网络爆料,崔永元接下来还有什么大招? 对此,崔永元告诉成都商报记者,一切看心情,如果对方有什么反应和举动,自己一定奉陪。 对于自己爆料后的人身安全,崔永元笑颜已经在网络收到威胁的信息,不过这一切与此前攻击转基因时收到的威胁少了很多。 崔永元表示,自己之前在网络主要是发现对刘振云、冯小刚的不满,没想到引起了那么大的关注,还是有那么多人支持我,看来我做的是对的。